請教一下 現在你開頭那個標題又一生一次的運前檢查 讓我懷疑說 你剛才這個媽只需要做一次運前檢查嗎 不需要誠實地說 因為我生小孩 最小的小孩現在是你歲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還沒有運前檢查經濟的部分 因為現在經濟才比較多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結束到這一塊 就是沒辦法做 但是我的小孩就是懷孕之後 有剛提到的就是可以做的 搖摩穿吃那些經典草 都還是有做這樣 沒有 我的重點不是你本身 重點是你要告訴那個 所有的那個讀診就是說 你醫生的角度的原因 你是建議醫生只做一次而已 或是每次的懷孕都要 都建議要做 好 那個預減進去 好 因為基因檢查 因為基因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如果是做幹因檢查的話 就是應該只要做一次 那抽的血基本上就會儲存起來 只是分新基因庫而已 所以如果有新的基因庫 他們會可以去翻出原來舊的基因去找 有沒有新的 就新發現的那些基因是有問題的 對 所以抽險這個檢查 應該是只要做一次 因為那個懷孕的時間 黃定期就是大概25到35 超過35就可能會變很高 所以當然是建議就是 最好幾早都把這樣有 結婚計畫 婚後大概是在25到35之間 就可以考慮先做 那你一定會也會 你應該去別人